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这个插入列 如果你从那个假设第三列好了 你如果按右键插入一列之后你会发现 它会怎么样呢 如果你从I等于3第三列开始好了 第三列帮我插入列一直到下方的话 那你会发现插入一列之后 原来的第三列就会跑到第四列去了 所以基本上那个位置会跳动 那为了解决这个跳动 你可能要什么再去计算 可能插入一列那边你要再加1 再减1其实太麻烦了 所以我有另外一种解法 就是说你干脆从下方开始 如果你32列插入一列之后的话 你如果再往上的话再31列 有没有 然后再来30列 你会发现你就不用去管说 你新增的那一列要不要加1 或者要不要减1的问题了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要插入列 或者删除列的话 你可以从下面往上倒过来 之前我们回圈是越来越多嘛 比如说1到31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颠倒 从最下面的 可能比如说31 再把它倒到3就好了 那如果像这样的 我该怎么撰写这个程式 我先demo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写好的 这个假设我今天要产生总共有三个按钮 先产生两个按钮 比如说我今天要插入列的话 那比如说我这边已经写好了 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边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是不可逆的 因为它不像说你如果用滑鼠键盘 它可以cansl自己可以复原 但如果那个vba跑完之后 它没办法复原 那这个是插入空白列 另外我再产生一个就是 删除空白列 那我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地方 有没有可不可以快速的去做这件事 那里面的话呢 程式 顶多就只有三行吧 大概就三行程式 一个回圈 加一个roll的insert跟delete 比如说我插入空白列 有没有发现 全部插入了 然后呢 删除 有没有 动态的哦 这个是动态的哦 有没有 你要怎么样我都可以 有没有 两个按钮 不过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旁边的按钮会变大变小 为什么 因为这个按钮 它预设会随着 你的那个 出生格的列高调整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这个我不知道跟各位讲过 按右键 有一个什么呢 控制项的格式 这边有个叫摘要资讯 摘要资讯里面哦 记得呢 把它改一下改成什么 大小位置不随处存格改变 预设是会啦 你把它改一下 像刚刚会变大变小 你可以一次改两个啦 我刚没有两个选 这两个一起选 我试一下插入 马上OK 删除 它就恢复了 那这里面的话 程式该如何撰写 两段程式 一的话呢 我们先来讲插入空白列好了 插入空白列呢 刚刚讲过就是 你用那个RAW的那个 这边请你到 Visual Basic里面 然后呢 记得呢 第一个先做几件事 这边的话请各位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的话呢 叫做插入空白列 一样嘛 然后呢 跑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是从哪一列呢 从第32列 因为我要从这一列 32到第三列就好了 第二列不用 因为如果你第二列再插入一个空白列的话 那会多一个这个栏位下面 这个不用 所以 先设定好范围 32到3 32到3 特别是因为是反向的 所以如果你是反向回圈的话 请记得 后面呢 请你再增加一个所谓的那个 Step-1 Step-1的话呢 指的是 越来 我先把这个 先往上一下 插入空白列 那记得 如果你今天呢 32到3 那应该是越来越少 那如果正向是越来越多了 不用加 因为预设是Step-1 越来预设 所以如果是预设值的话 你可以不用 写Step-1啦 就接 那个等差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越来越少 这个一定要打 Step-1这个一定要打 它才会越来越少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跑一个回圈 就是从第32列 到第三列 做什么呢 帮我插入一个空白列 插入空白列 我刚刚讲过了 你就是打一个什么 Rose 这个物件 刮弧 后面它会问你说 第几列 我们是第i列 i的话从32开始 意思说 32插入一列 再来31插入一列 以此类推 所以后面的话呢 请你再打一个点 什么呢 Insert Insert 如果不会拼 键盘上有 你照着打就好了 之前好像同学找不到怎么拼 拼错 其实键盘上就有了 照着打就可以 Insert OK 好 程式写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写完之后 程式非常简单 真的只有三行而已 如果说你希望能够看到结果的话 我是建议你如果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先按F8 逐行去跑跑看 F8就是逐行 所以我们试试看 这边打完这一段程式 然后按F8 它会先让我知道i现在为32 那我意思就是说Rose32 就是第32列 怎么样的 Insert 好 按F8执行 那你会发现哦 这一行执行完之后呢 你可以在32的地方 看到有一个什么呢 空白列出现了 有没有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31 所以NAS 31 诶 有没有 一时的一推 所以你会发现哦 这样全部执行完毕之后的话 诶 它就自动呢 乖乖听你的话 全部呢 就 每一个的下方都帮你插入一个空白列了 城市不多啦 三行而已 应该也不难记啦 算起来其实应该 如果会写的话 应该比刚刚那个方法好 而且呢 这个方法的好处就是说 它不用选择性贴上 你会发现哦 因为你是插入啦 所以它为啥还是会跟着 所以里面的话 假设你现在变动 假设变成2019 你们有没有发现 诶 底下还是正常 还是照着会跟 跟着变 OK 所以这个好处是 不需要选择性贴上 是 我请问为什么你插入的时候 不会带出下面的格式 带出格式 因为我们插入的时候会带入下面的 比如说我们有把它 周日跟周日的格式 它会跟着带出 诶 理论上应该会跟着啊 我知道下面应该不会跟 诶 下面也会跟啊 如果说你这个设定格式化跑掉 你可以从常用里面 再到设定格式化里面 管理规则 管理规则里面的话 看一下 你的那个 它的范围 预设我们好像到32列 那你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 是不是这个范围要跑掉 还是 就是说 OK 我们来 其实你们那个底下这边好像这边会有一个格式 有没有 这个格式实际上是跟着礼拜六的 礼拜六的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 它如果里面插入空白的 这个储存格 它会 weekday判断回来 如果是空的 它会把它当成礼拜 礼拜六 等于是说呢 这应该算是它一个bug 它本来是没有东西 可是它却判断为是礼拜六 所以它格式也会是礼拜六 这个怎么解 很简单嘛 你可以怎么样呢 一样 到那个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管理规则 把那个 这个管理规则里面 你找一下 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或者目前的这个 然后你把礼拜六的这个公式 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第一个我要格式的 一定是礼拜六 可是还有一个 第二个条件 如果你要格式的话 第二个就是 里面不能是空的 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不要帮我格式化 所以这边的话 变成它会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一定是 资料里面是等于7 第二个条件是不能是空的 两个条件 所以你会发现呢 以前如果说两个条件 那我们要怎么打 而且两个条件 都要同时出现 同时出现哦 同时出现 对 AND 那其实这边 可不可以下公式 可以啊 一样啊 所以你可以怎么做 你就是在这边 先 等一下 先把那个 管理规则对不对 在这个前面加一个AND AND 钱瓜糊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逗点 A2怎么样呢 它不能够是空的 不能够不等于 空的双引号 空字串 后瓜糊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有没有 因为它这个应该算是它里面内部的一个bug 它怎么可以把空的也当上礼拜六 它怎么可以把空的也当上礼拜六 不对啊 所以变成它错了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把它补上 所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理论上 再套用或按确定一下 你会发现 这时候有没有发现 你如果做完之后 应该刚刚的问题就不存在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 因为这个也是 只能要注意一下的 这个公式 试一下 等于是说 以后反正 你要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假如说发生了某一个情况 你要避开另外一个的话 其实就是逻辑 逻辑上面再加一下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刚好 前面刚好讲过逻辑 所以后面的话 反正你只要遇到逻辑的问题 其实都可以利用and或or来解决 那请各位另外就是插入空 插入空白列的部分 再练习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那个 就是删除空白列 特别是说插入跟删除两个都要对 不然的话 而且你如果做练习之前 我建议你可以先另外复制一个工作表 再来练习 不然的话 因为它没有办法让你复原 所以如果你假设做错的话 就也回不去了 OK 所以尽量你在做练习的时候 请你把那个综合练习 有没有 这边综合练习 你先做复制 Ctrl 键按住拖拉 它会在旁边帮你产生一个 复制一个副本 那你在副本里面练习 这样比较保险 不然的话 如果你做错了 你要还原就会有问题 对 它不能还原 所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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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